大家合掌 已经是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 大家好 上回我们是未禅 我们讲这个圣念处的时候 只是讲第一部分 那个是介绍而已 今天我们讲32身分世界差别 还要再讲多一次 那就是九种木须观 所以我们要分开来说 今天这个课很长 因为要讲32身分 有时间我就讲世界差别 然后再下一回就是讲九木须观 因为这几个都是属于深思念的范围 安阳看得见这个文件吗 看见 这个是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修三十身分的那个要点在哪里 你要知道它的要点 然后你掌握就要点来做就是了 因为这个要点是这个修法的这个最重要的部分 这个是三十身分的图 每一组都是四高像发毛指甲牙齿这样 一组一组这样排 结果就八组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共八组了 所以这个图我常常发在群里面 如果没有你们就想办法去下载 或者跟我要 首先我们看三十身分 八组我们修三十身分 这个是以大念初经里面所教的 我们大念初经里面是以对这个三十身分 你产生怨恶来教的 在大象鱼经和大教界 罗侯罗经里面 以及戒分别经里面所讲的是以戒来教的 就是他分别他的戒 在生之念经里面的三十身分是以色相 各个色相来分别教 每一个都能够修到四肠 所以他是属于奢摩他的 就是子肠 一二也是属于奢摩他的 子肠的范围 好的 那么这八组就这样排 发毛指甲牙齿 一组一组修非常快 八天一个星期多一天就修完了 不可以的话你就花多一点时间 一组修两天这样 第二组疲漏筋骨 第三组骨髓胜心肝 第五组热抹脾肺肠 第六组肠肩末胃肤脑 这五组是地大 也叫地戒了 在戒分别进去叫做地戒了 那么接下来是水大有三组 胀抚脂肠 浓血 的胀脂肪 胀肠 眼泪 膏 脱液 disclion骨髓 花 液 尿 这三组 每一组四个组 十二个就是水大或者水界 我都是提议你们先修安半念 你不需要用这个个别的部分来修止 你直接修安半念 因为安半念非常纯 只是呼吸然后你修到定 不过你出场二场三场 然后就来转去关身体 这样的话你就是属于止关算修 然后情境道论里面教修的方法是七种 就是第一背诵 背诵上面的三十二个部位 第二意思就是你要记住 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在看课本的 所以你要记住 而且你要辨别它的这些器官的位置 那么观察它的颜色形状方位处所界限 接下来这五个就是颜色形状方位处所界限 如果你不会你就把这颜色形状方位处所界限 这几个把它背起来 你就很顺了 你就很顺口 以前他们那些令武术的 他就把那些的招数背起来 然后一招招就打起来了 一样的道理 我们修法也是这样的 观照的要点就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是要破除整体想 就是整个身体看成是不同的部位 不同的块组成的 然后观照每一块是独立的 因为每一块有不同的机能 不同的对身体的作用 所以它是没有关联的 比如说肺 肺只是负责呼吸而已 对吗 例如说胃 胃只是负责消化而已 它没有别的功能 它不可能呼吸的 对吗 所以它胃不可能代替肺 肺也不可能代替胃 它是不同的功能 所以是独立的 没有关联的 第三 它是每一块是不会思念的 谁在控制它 大脑 大脑里面有一个机能 它控制所有全身的器官 包括你的呼吸跟心跳 包括自己的免疫 所以每一块是不会思念的 没有意识的 它没有自信 自信就能够永远存在的 谁叫自信 然后观察它是 地界 水界 火界 和风界 然后观察它的身面 看到它的无常 你看到它的怎么样出现 将来死去 怎么样坏去 烂掉 那就是看到它的无常 当然我们吃的东西 喝的水 大便 小便 这些你可以看见 进入我们身体的那些 食物跟饮料的变化 和它的无常 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 身体也是属于 这些地水火风组成的 这就是它的要点 这个就看完了 我们就接下来 第二个文件 第二个文件 这个文件 我前半部是教安班练 以及它的修的方法 这里我就不重复 因为不然会太惨了 所以我直接就去教 三色身份和四大 这个文件是叫做 安班练和三色身份和世界差别观 这个是2017年 在济南教的 我里面就有几个标题 首届 安班练 然后 观修 三色身份和四大 我们直接就去到那边 我这边也有讲 就是根据清静道论教 就是要背诵 异词 颜色形状 方位处所接线 观照要点 跟前面所讲的一样 那么这里我们就直接看 三色身份和四大差别 四大差别 这个应该叫做差别 四大差别观 这个图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直接就开始 这个文章是我口语 转成文字的 所以会比较长 从这里开始到 这边第十二页 结束的是二十三页 所以今天的时间应该够讲完 这一个 我们就开始讲 如果你能够把色隐 通过修三色身份和四大差别 把它破除的话 那只是五蕴的一个部分而已 只是色隐 你明白色隐不是我 但是你还要看 受隐 降隐 行隐和食隐也不是我 好的 我们先看怎么样 因为破除身见 并不是只是指破除色隐 破除身见 是指 破除五蕴是我的邪见 所以叫身见 因为认为 色是我 瘦是我 想是我 行是我 死也是我 所以就叫做身见 身见的巴黎文叫 Sakayatiti Sak Ka Yaya Sakayatiti 就是身见 Sak 就是一个 Kaya 就是身体 Titi 就是见 就是有一个身体 是我的见解 就是认为身体是我 瘦是我 想是我 行是我 食是我 这是一种 佛教的名词 俗语来的 所以你不要搞错掉了 不要以为身体就是色隐 也不是的 他这个身见是表示 无印是我 也就是无取印 所以我们要破除的就是要这样先做 把色隐先破掉 接下来我们色隐破完了 然后就破完受想行事 这个里面的四大 接下来我们希望三十二身份 我们就关四大 因为你已经看了两个了 地大跟水大 地大二十个部位 水大十二个部位 就三十二个部位了吗 那么火大是四个部位 四个部分 然后风大有六个部分 所以加起来就四十二个部分 所以这就是它的四大 四大差别 四大差别的话 我们是观察它 地大里面有两种特征 就是硬和卵 那么水大有两种特征 就是流动和粘 会粘 火大有两种 就是温 温度 就是温 就是冷跟日 它的温度的冷和日 风大两个特征 一个就是支持 就是膨胀起来 是支持 是一种压力 它膨胀起来就有压力吗 另外一种呢 是鱼动 就是推动 但这个气体 在身体里面 因为身体是一个皮包 肉包的嘛 所以它会移动 里面有筋跟肉 在动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动作 所以这就叫做推动 所以风大有两种 就是支持和推动 这两种特征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色影的地大 里面的五组 第一组 发毛 指甲 牙齿 我们先看头发 头发就看自己头发 对着镜子照 然后根据清净道论 这个镜错了 这个是这个镜 清净道论 巴黎文是 Visudi Magga Visudi Magga 里面所讲的呢 是我们以七种方式来修 就是先背诵 然后异词 颜色形状 方位 处所 界限 就七种了 这是每一个三十二部位 都要这样来看它 都要经过这七个步骤 第一要背 第二要意念 想它 第三看它的颜色 第四看它的形状 第五看它的方位 第六 方位就是在 上方下方还是中间呢 第六你看它的处所 好像肺 和心 的关系 心的方位 是在两个肺之间 方位是在上方 胸腔 处所就是 心是在两个肺之间 它的处所 那么肺的处所 是在胸腔里面 所以你要分开来 所以它处所 界限就是 心是心 肺是肺嘛 两个不同的东西嘛 心脏只是一个 血液的 棒来的 那么肺是空气的 那个吸收空气 进来跟出去的一种 器官 所以用这个七个方法来 这样来 修每一个部位 那么根据 清清道人所教导 就会把 三十个部位都 修到 看到清清楚楚 所以我们就看头发 你要先记得 它是头发 背起来 你就记得是头发 然后意念要想 头发的样子 一根一根细的 然后你看到的颜色 当然是黑色多数的人 除非是老人 是白白色的 那么形状 这是细的 范围是在头顶 对不对 处所就是皮跟 头皮跟头发 这是它的处所 还在头皮上面 所以界限就是 头皮跟头发的关系 就是它界限 所以佛陀解 当然这个不是 佛陀的教法 这是清清道论里面的解释 但是清清道论的解释 是很好的 很正确的 如果我们按照 这样修的话 正果是很快的 你修完就破掉色影 接下来再看 受想形色影 就正果了 你就知道五蕴不是我 我们会有执着 就是认为五蕴是我 才我们就执着 所以一切的执着 就是因为我们执着 这个身体开始 所以佛陀就解释 在经文里面解释 他说头发就好像 外边地上长的草 这样 头皮就好像 这个草下面的那些泥土 这样 所以头发就是草 头皮就是泥土 但是他说 草不知道下面是泥土 泥土也不知道 上面长着草 意思是什么 他们是没有意思的 草是草 他没有意思 泥土也是泥土 他就是地带而已 他也没有意思的 要这样来看他 我们头发跟头皮的关系 所以两个是个别的 没有关系的 没有意思的作用 也没有意念 不会想 所以因此 因为要有意思 才能够分辨 才能够分辨 你是泥土 我是草 这样 他没有意思 怎么去分辨 因为有意思 我就分辨 你是你 我是我 就会有这样的分辨 对不对 所以就产生我见了 这个我见是一种斜见 这个我见其实就是一种斜见 认为我是某某了 事实上我们认为是我们是某某是一种想来的 这个想是因缘而生的 现在这一刻 你一起那个想 认为我在听 那就是我见 它是因缘而生的 它不会一直这样的 当我们睡着去的时候就不会想了 没有这个想了 对吗 所以就表示这个想是因缘而生的 或者昏迷的时候也是不知道了 我记得上回我刚刚出家的时候 我在师父那边 因为吃错了食物 它是那个主要是那个肉了 过个月的肉 过了大概两天 我就把它用微波炉丁了在哪来吃 结果就中毒了 因为那个食物里面已经变质了 然后就中毒 然后就上吐下泻 然后人就这样快要完蛋了 很严重了 中毒嘛 肉有毒嘛 送到医院 他那个护士问我的 好像辨别是左手右手 我都分不清了 就是意识里面已经混乱了 他讲左手我身体右手 他又再说你身体右手我就身体左手 这样乱七八糟了 因为那个意识已经混乱了 因为那时候人处于那种好像要死的状态 结果就乱了 所以这个是一种教训 就是要要赶快修了 不要在死的时候混乱 很多人死的时候就混乱了嘛 对吗 所以 然后我们看见它是没有意识作用 然后你就会 看它是因缘生因缘灭 头发会掉下来 因缘生因缘 头发会从黑变成白 也就是因缘生因缘灭嘛 头发太长了 要把它剪短了 所以我们就要用方法来关它嘛 就能够破掉头发 所以 上十二根部分 你破掉一个就少了一个 你认为不是我了 头发这样我认为不是我了 就少了一个了嘛 一个一个看 看完上十二根全身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剩了 对不对 最主要就是皮跟肉跟骨头嘛 这几个是最主要的 第二组里面 这组几个是占了身体的 百分之七十以上啊 你把它破完 你还有什么好自作 那些内战都不重要了 所以好了 只要能够破除每一部位的自作 因为你认为那个是我 所以用五种方法 看它是个别的 不相干的是独立的 第二 看它是本身是跟它的戈壁的 就是头发跟头皮啦 有没有是关联 头发跟头皮 有没有关联 看它是没有关联 还是看它没有意思的 它不会想 第一次看它是属于地水火风世界 它就是自然跟外面的自然的东西 是一样的组合嘛 草也是地水火风组合的嘛 所以第五你要看它是因缘生因缘灭 看到它是不同的因缘出现的 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因缘是父亲母亲的筋跟卵 在母亲的胎 长大的生出来的 所以你就知道它是因缘生 那么因缘灭就是将来死的时候 就是因缘灭嘛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就把头发跟头皮的这样 几乎看破了 第二组是看毛 毛也是这样 毛你要看全身各个地方的毛 眉毛 鼻毛 胡须 冰 这边叫冰 耳毛 还有全身的手脚 身体的毛 还有四处的毛 各种各样的毛 所以你看每个毛都是这样 个别独立 不相关联 对不对 没有意思的 都是属于地球火风 以及它是因缘生因缘灭 所以你要看这个毛 毛这个字 是一条一条的 然后再把另外一条会翘起来的 就是它毛的形状 所以那就是我们写 制造那个毛那个字的形状 是这样出来的 所以你要用意念来想 记它 你要记背那个毛那个字 然后再想 意念想它是什么样的样子 它比头发来的短 颜色形状 方位处所接线 一样的 你看它 所以你就一个个看它 就分辨了 它就是这样的东西 毛就是毛 头发就是头发 然后就用五种方法破它 是个别的 独立的 没有关联的 没有思念的 没有意识的 属于地球火风 它是因缘生因缘灭 这样的话 身上的毛会掉下来的 任何地方的毛都会掉 你不小心擦伤 整片的皮跟肉 毛都不见了 所以因此 你看它是因缘生因缘灭 你这样审查的结果 观照的结果 你就会发现 毛只是毛 你不可能乱为它 里面有我 所以一个个这样破掉它 这些第三个指甲 你看指甲的部位 指甲手十个 脚趾指甲十个这样 看它 指甲就是指甲 背它 溢持它 意念去想它 然后颜色形状 方位处所接线 一个个这样看 法 毛 枣 第四个 第一组的第四个 就是牙齿 牙齿上下两个 有三十多个 上下两排 上下两排 有三十多个 你要去观照它 你张开眼牙齿看 张开你的嘴巴 对着镜子照一下 你就看着牙齿一颗一颗的 不同的形状 前面的比较窄 比较长一点 后面的比较圆 比较大 比较粗 比较短 所以轻轻道论里面教的 也是一样的 要先记住它 背它 然后意念想它 然后颜色形状 方位处所接线 一个个卡 分辨 它牙齿就是牙齿 然后你就观照 观照它 它是独立的 个别的独立的 它是 个别 独立的 它是没有关联的 没有思念的 它是属于地球火风 它是因缘生 因缘灭的 这样你就把牙齿 破了 我这四个 五个步骤的观照 也是关联的 就是个别独立 没有关联 没有思念 地球火风 因缘生 因缘灭 一步一步来 你就可以把牙齿就破掉 所以每一个部位都要这样做 做到彻底把全身都破完 看完 破完 破完 你去找 哪里有一个是我 对吗 你发现没有我 全部都把它看完破完 没有一个我的存在 所以 第二次第一组 所以 这是 第一 组 把毛着持 接下来第二组 皮肉筋骨 第三组 骨髓胜 心肝 第四组 热末 脾肺 肠 第五组 长肩末 未分 长肩末 未分 这是按照 第一种方法来看 按照清静道路里面 所教的七个步骤 修 就是五个步骤 来破 一个个做完 全部都是地大 然后观察 你会 你要用 感受来观察它 就是地大 就是有分 硬跟软 比如说牙齿 你用牙齿跟牙齿这样 你就可以感觉 牙齿是硬的 肉 你就自己摸 自己的手肉 背的肉 腿的肉 你的肉是软的 内战也是软的 所以 这是至于地大 地大就有硬跟软 粗跟滑 轻跟重 这是后来 法剧论里面 加上去的 全身就是这些的 地大的物质 这是地大 水大 地大六种特征 就是硬跟软 粗跟滑 轻跟重 只是物质 它只是地大 不属于我 它 它 只是 地大 不属于我 看完了 就看十二部位的水大 这边就是地大 然后 皮肉 金骨这边 我就带过了 你也是这样 我只是前面讲第一组 那么后来的这些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你也是这样看 接下来就看 十二个部位的水大 分成三组 胆子谈 浓 血 胆子谈 浓 血是第一组 胆子是在 胆里边的那些水分 那些液体 水分和液体 有点轻轻黄黄的颜色 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状况 那个胆子呢 肝出状况 或者胆出状况了 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变黄了 所以胆子跑到全身去 然后皮肤变黄 整个人看起来就黄黄的 就知道是有病了 所以这就是胆子的一种水分 所以你看它胆子 它只是液体而已 颜色 形状 它就是液体 颜色 形状 是液体 然后范位是在浮腔 胆里面 处所是在胆里边 界限是胆子 是胆子 跟口水是两回事 所以它的界限 就是胆子有胆包住 它在里面 它的界限就是这样 所以胆子跟胃酸是两回事 胆子跟其他部位比 比如说尿也是不同的东西 它是不同的 不同的水大 不同的水 水它是独立的 个别的 它是个别的 独立的 用五种刚才所说的 个别的独立的 没有关联的 不会思念的 以及是因缘生 因缘灭的来破它 地水火风组合 以及是胆子里面 可能有一些微量的泥土 也有温度 也有空气 所以也有地水火风 只是说成分比较少 然后最后看它的是 因缘生 因缘灭 一般上 像帕奥 常诗教的法会说 我们不只是要看 它的因缘生 因缘灭 我们要看它的 刹那 的因缘生灭 每一个刹那 刹那就是任何一刻 当你生病的时候 那一刻 胆出了问题 胆出就跑到全身 身体变完 那就是 在那一刹那的时候 那个胆子 跑到全身去了 所以就是刹那生 它不可能 天天都是这样 对吗 不可能每一年都是这样 所以它只是要有因缘的 所以是刹那生 刹那灭的 当我们看到它的因缘生灭 就看到在一生之中 胆最早是什么时候生起来 在婴孩的时候 生出来的 在就是那个 受精卵分裂 成为头跟身体跟手脚 然后慢慢就长出器官来 所以它就这样的因缘生的 那么一生之中 胆是这样生了之后 那么胆 未来在什么时候灭 就是在死的时候就灭了 坏了 就会化掉 变成浓 胆子就没有了 大多数的内战 在人死的时候 都化成浓 所以它的整个身体会骨胀起来 因为里面有很多气体 所以一般上 如果那个尸体是在户外的话 它身体会变黑去 那里面的那些内脏 血就化为浓 浓就会产生化学变化 然后里面就产生很多气体 然后整个身体会骨胀起来 我有这样的照片 你们要的话可以给你看 这就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没有什么好怕 你就看它这个变化就可以了 你就知道这个身体不是我 所以就不用害怕 去看那些不静观的照片 我们来这样看身体的话 全身的地水佛 这样就很清楚 是非常科学化的 对这个我们要知道 就把它看成 佛 佛教是把它看成 是一种宗教的课题 对吗 当成是一种宗教的课题 它不是一种迷信的 什么可怕的现象 而是叫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 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非常的平静 可以安乐 非常的平静 已经安乐 不会恐惧 不会害怕 死的时候更加不会怕 因为你知道真相 你知道身体的真相 你知道什么真相 他不是我的身体 不是我死 没有人死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了解 没有听闻佛法 我们以为是我们死的 然后你想我死要去天上 做神仙什么等等 或者去什么基督世界 那是骗人的 所以佛教后来也变成 叫你去念阿弥陀佛 去西方 这个其实是骗人的 这个不可能佛陀教这样的东西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 执着那一些东西 认为我们是在诽谤他 事实上我们没有在诽谤他 我们只是教正确的佛法 让你们知道真相而已 佛法其实就是一种人类学 生命学 也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要我们知道真相 我们去修就是我们更快 早一点知道真相而已 我们明白了就毕业了 就拿了文凭 正果不就是拿了文凭 拿文凭就是佛学 佛学波士 就好像西战他们佛教的 波士就叫格西 格西 章话叫格西 格西有分几集的 最高级是这 拉兰巴 拉兰巴 最高级的是拉兰巴格西 但是 他也只是书本的 他并不是修出来的 修行的格西又不一样 他不一样去读的 他自己在那边修的 修到然后 红光深解脱 那不就是 真正的拉兰巴格西了吗 所以 我们明白真相 我们就解脱 为什么我们要回来 继续受身轮回呢 受苦呢 所以 但是我们就把它 当成是一个宗教 你把它当成宗教 就很多问题就来了 因为宗教有 很多的这些信仰 很多信徒 然后为了宗教 他们就要打 争到你死我祸 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 你看 天主教基督教 不是在那边打到你死我祸 教宗 以前教宗就是国王 他就把那些 新教的基督教 都把他杀了 以前就是这样啊 中世纪的时候 在欧洲就是这样 然后他把那个 这个圣经把它改掉 有轮回的那内容 都把它删掉 这些是人愚痴嘛 人愚痴所做的事情 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这个宗教的 造成的那些缺点 所以 正教合一的话 就是有问题的 凡帝干就是正教合一的 以前西藏也是正教合一的嘛 一定是出问题的 必须也分开来 好了 所以如果你真正的给他取一个名字 就是什么科 是什么科 生命科学嘛 所以佛教是教这些 但是我们的 你看我们的佛教 都是教我们鱼吃的东西 没有教我们去增加智慧 只业教把人教得更加愚痴 而没有把真正的佛教教给我们 然后一丝一丝 我们就跟着愚痴的 这些 教法 在那边 装 在研究 在拜 在求 越修就越愚痴 结果我们一直在拜 一直在布施 一直在求 这些都是鱼吃的 没有办法 好 胆子 接下来谈 就是肺里面的那些白色的液体 很稠的 很粘的 很稠 很稠 很粘的 里面有空气 又有水分 所以如果肺出问题 痰很多 你看新冠病 多数就是肺出问题 所以人就不能够呼吸 心脏不能够跳动 就死了 所以痰多是一种病 它是致命 胆子也是 胆子也是一种致命的病 这两种都是主要的病 风太多也是一种致命的病 所以这三种是主要的病 痰 胆子跟风 这是佛教所说的三种主要的病 胆子太甚 痰太多 风太大 都是致命 所以这是水出问题 风出问题 胆子是水吗 风是风吗 痰也是属于水吗 如果我们看它的组成的话 就是胆子跟痰都是水 帝大也会有出问题 为什么 就是肥胖 就是帝大出了问题 而且太瘦也是帝大出了问题 所以帝大也会出 不过这种也是比较容易 通过控制食物 吃正确的食物 人就恢复正常 火大也会 太甚也会出问题 对不对 肝火太甚了 脾气坏 嘴巴有臭味 嘴唇干裂 嘴唇 舌头会破 就是身体的火大也太大 造成 所以吃不准 吃的食物 炸的食物吃太多 所以帝水火风出的问题 就是四大分价了 这四条毒蛇 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 四条毒蛇 它随时咬你一口 人就没命了 好 但是它浓 也是要这样 要背诵 要背诵 要益词 要颜色形状 方位出所界限 都是要这样看 浓 是身体里面的 如果哪一个部位 包括肉啊 筋啊 内脏 如果感染 它就会腐烂 就会有浓 浓是黄色的 很咸很臭 平常我们的脓 都是皮肤里面的肉的 一般上在生病的时候 就会有脓 发炎了之后 就会有脓 腐烂的时候 更会化脓 就是 脓就是因为血液 跟那些水分 跟 里面有糖嘛 我们的血液里面有糖嘛 还有其他的营养蛋白嘛 它们就会 坏掉 就会 发酵 腐烂 然后就会 那些地方就有细菌 所以 我们的血跟淋巴 跟这些细菌作战 然后死的 就变成浓了 所以第四 这个就叫做 因缘 生因缘灭 这些 血啊 肉啊 这些因缘生因缘灭 就变成了浓嘛 所以你颜色形状 放入出所 接下来观它 血是这样 血是身体里面的 血管跟心肠里面的那些液体 红色的 很黏的 一种很浓的腥味 所以清清道论里面 以七个方法教 背诵 意念 颜色形状范围出所接近来看它 这样我们也 再用 我所教的那五种方法来破它 就是个别的 独立的 没有关联的 没有思念的 没有意识 以及它是地水火风的组合 以及看它是因缘生因缘灭 那么用这样的方法来破 就一个个把水界都破掉 第二种是 汗脂肪眼泪高 汗就是身体流出的汗水 脂肪就是那些 毒脂 那一部分皮 下面那一部分那些肥油 它也是如果加温的话就变成油了 就变成水分 它是一种油液体 眼泪是眼睛所流出来的水分 泪水 膏就是身体上所流出来的那些油垢和混 和汗混在一起 所以叫膏 它加上一些灰尘 而汗 汗 灰尘 混在一起就叫做膏了 第三组是拖液 PT 关节花液 尿 那么 这是最后的了 拖液是口水 PT就是鼻子里面流出的 关节花液是每一节的关节的部分 它都有花液 所以骨头不会摩擦 防止关节咽 所以关节花液 还有尿就是我们的身体所排出来的那些 多余的那些水分 你观察全身的水大 你会发现水大只有两个特征 就是流动和粘 你就辨别全身的水大 它们都是个别 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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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无关联的 没有思念的 它是没有思念的 它是地水火风的四大的 四大的 的组合 它是因缘生因缘灭的 接下来你就看它的另外两组的地大 就是火大和风大 你就看完 这边我们只是看完第八种 水大 这是胆子 痰 农血 汗 脂肪 内膏 还有 脱液 PT 关节花液 尿了 好 这些来我们就看这两种 火大和风大 火大是身内的温 火 老化的火 发烧的火 消化的火 还有 上行风 下行风 肠外风 肠内风 肢体 循环风 和露息和出息 就是呼吸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火大和风大 火大就是温度 温度有两种 冷跟渍 就好像我们每一天 现在你看我外头的温度已经是大概 九度十度了 相当凉了 今天我有两位施主从城里面来找我 来帮我 细尘 煮饭给我吃等等 他们还坐在外面草地上 现在已经应该现在凉了 温度很低了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入洞了 你看才现在 才刚刚过五点十分钟而已 温度就很低了 我感觉得到 所以 所以要加多一件衣服 我今天身上穿着三件 羊毛的 这件还是羊毛的 里面也是 我两件羊毛 里面还有一件是棉的 因为它的寒气会进来的 这种凡子 它的寒气从窗口 缝什么都进来 所以必须要一直开着空调 不然的话受不了 很冷 我要把它开一下 好的 因为要是给冷到的话 很容易生病的 生病就麻烦了 所以我就要 要先预防先 所以总之 火大 身体的温度 这边我们讲四种 看到吗 身体的温度 身体的火大 老化的火 发烧的火和消化的火 这是这样 但是这个怎么分辨 它的颜色形状 范围出所解析 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 这样来分辨 你只是分辨 它的冷跟日 就是了 风大就是支持和推动 是这样 所以 所以我们要是 受感冒的话 就要赶快 克服那个感冒 就是赶快通过 洗热水澡 或者喝热水 这样等等 希望能够在前面的 一个小时解决 如果解决就好了 就会恢复 不然的话 人就不会恢复 就会病下去 而且一感冒的话 整个身体的关节 是算痛 我知道的 不过还好了 我的身体还算是 我自己有信心 还算是可以了 总之 这个是身体的温度 火大 身体的火 跟外面的火 是不一样的 因为身体的火 是37度 外面的火10度 所以相差20多度 对吗 那火大 第一个是身体的火 第二个就是老化的火 就是人老了 皮肤皱了 头发摆了 背弯了 而且身体会缩短的 我也缩短的差不多 八个公分了 八个公分 差不多四寸 缩短了这么多 整个人 那整个背也慢慢弯起来 我以前我的公公 我就看见他就是这样 我最早看见他的时候 他还相当挺着的 慢慢就变成这样了 慢慢就变成这样了 到了他80多岁的时候 就变成这样的样子 因为他的骨头里面 骨质疏松了 老人的骨质 钙流失掉 造成的 总之就是这样 这就是 果大 老化的火 为什么会有这样 因为身体里面有 那个痰分 痰分会给我们 还有那个热量 就是脂肪 它会给我们的身体温度 然后身体会一直保持 热 热的话就会老化 就会坏去 你看香蕉就是这样 香蕉里面有淀粉 有痰分 所以它就会热 然后慢慢它就会里面腐烂 就坏掉去 其实你看那些酒也是这样 它是用那些 有痰分的 或者有淀粉的那些 浓作物来做的 对吗 用那些 骨类来做 骨类没有淀粉 它就能够发酵 然后就会产生温度 就变成了酒 其实那个酒 就是腐烂的那些液体 变出来的 那些爱喝酒的人 不知道真相 以为好喝 喝了很刺激 结果就喝坏身体 其实没有什么好处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 就好像你天气冷 你身体会发热 身体的温度高 所以你要吃食物 食物就好像 平常你国内要烧煤 冬天要烧煤 一块煤烧完 慢慢就冷了 再丢一块煤下去 然后慢慢又烧 房间就温暖了 所以但是那个煤 耐不久 一块煤只是烧一阵子而已 所以我们要靠东西食物 来维持温度 夏天又太热 现在你们那边夏天 40度又太热了 所以你要喝冷的饮料 喝下去 然后你的温度就降温 身体就凉了 所以要是那些人发烧 他就要把你的衣服拿掉 这里跟着贴上水 湿的毛巾给你降温 一样的道理 所以都是这样 就是要懂得 就是一种火 身体的火 第二是消化的火 消化的火 就是肠胃里面 它保持同样的温度 然后那些食物进到里面 就腐烂就变成了 黏黏黏的 细细细细细细细的东西 然后慢慢蠕动 就经过小肠吸收 然后大肠就把水分抽干就没了 就变成粪 第三种火是老化的火 就是皮肤皱头发白这种火 第四种火就是发烧的火 就是感冒发烧的火 这种是叫做发烧的火 所以这是四种火 那么我们用光照 就是个别 它是没有关联的 没有思想的 以及是地水火风 以及因缘生因缘灭 来看它 所以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风大 风大有六种 三行风 打嗝 从这里出来 吃东西就肠胃不好 里面很多风 所以从胃就出来 下行风是从肠那边 从屁股那边出来的 所以是下行风 上行风 下行风是两种 然后另外里面有 腹内风 腹外风 这个小孩子很明显 小孩子有时候 他堵疾有进风 所以他妈妈 要想办法 把他的风排掉 要涂风油 我们也是会有时候 但是因为我们有穿着 裤子 所以肚子那边都有 包着 所以不会进风 堵疾很容易进风 所以就这 就叫扶内风 扶外风 堵疾进风的话 就是进入了扶内 扶外 然后那个风 你就去涂风油 风油涂的话 那个风就会跑 因为那油会赶 那个风 风就会跑 就从 屁股那边就排出去了 所以叫扶内风 扶外风 这就是 四种了 接下来我们去看 肢体群黄蜂 就是刚才我所形容的 我们的身体像一个气球这样 里面有压力的 然后因为有肌肉跟筋在动 所以他就会动 所以他就会推动 推动什么 推动你的手 两个手两个脚 所以他就会推动 推动的结果 然后我们的筋在动 肉在动 我们是以为我们在动 错了 它是因为风的关系 所以我们嘴巴说话 也是风造成的 嘴巴在咬东西 吞东西 也是一样 风造成 所以 这是叫肢体循环风 最后一种风 就是露出息 或者出露息 也就是呼吸 就是暗半年 你希望暗半年的时候 注意露息跟出息 这就是最后一种风 它全部这些风 都是个别的独立的 没有关联 不会思念的 都是属于地水火风 以及是因缘生 因缘灭 所以你这样的话 把32身份看完 再看到火大跟风大的时候 就看完42个身份 那么风大里面特征就是 支持跟推动 刚才讲的了 支持就是一种压力 推动是压力在移动 所以身体里面 支持就是里面充满了风 把身体撑住 这个身体有个形状 就像气球一样 所以叫撑住 推动是指 那气体从一方面 向另外一方面压 然后就会推动 所以就碰 会推到另外一地方去 所以我们的手脚就会动 所以这是 但是你看 只有我们佛教这样说 医生不会这样说 对不对 他们尽管学医学 但是他们没有观察到 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不会跟你这样 这样教 他们只会跟你讲 手脚会动 是因为筋在动 肉在动 他不会讲到我们所说的 是风在推动 因为这是真相来的 所以练那些武术 有气功的人就明白 我以前 我现在还在打太极的 所以我以前在 听说有一个中国的气功 就是太极大师 他叫杨整多 他从中国来到新加坡 我就去见他 然后他是在一个武术馆里面 后来我去找到武术馆 然后我去见他的时候 他看见我来 他可能认为我的这个来世是 不善 所以他就用气功这样 用手这样 气 这样顶住我 我就不能够动了 我要向前一步都不能够 他那个气啊 很密的 他两只手这样 就顶住我 真的是大开眼界 你没有经历过 你不知道 原来身体能够 发出这样的一种气的力量 把那个人要来的人顶住的 所以我才会明白 什么叫做风 这就是所谓的风大 从身体所排出来的那种气 是一种风来的 所以叫气功 无数人 连无数人都会 我们打太极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 感觉到身体有一团气 包住我们 尤其我们打得安静的时候 打得好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整个身体 有一团气包住 那个就是气功了 这个是气 使到我们的手脚会动 配合我们的意念在动 所以 他就有那种 气的力量 所以静就有静 所以 如果你没有去学 你就不知道 所以去练太极 我太极已经打了几十年了 所以我很清楚 所以 这是风大 好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 地水火风 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 另外一篇 这个就是四大 差别 好 安阳 看见这篇文章吗 绝之四大 好 这个绝之四大里面 这个文件 是2015年 我在佛宝是长修班教的 这个 这篇文章的内容 非常详细 第一大 我们就讲了 我们绝之 比如说你的屁股 你的骨 你的屁股 坐在那边 坐垫上面 你的屁股里面的骨是硬的 肉是软的 整个骨骼是硬的 撑着 所以你可以举止整个骨头 头颅是坐在身体的上面 所以整个身体是骨骼在撑着的 所以 因此两边的肩膀的重量就会垂下来 这就是一种重 轻 硬粗重 软滑轻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解决着整个身体的这些东西 这里面就有轻重 硬软 粗滑 粗滑就是你用舌头来感觉你的口腔 那就是滑了 你用你的手在摸 摸你的头皮 或者摸你的手腕 手掌 那是粗的了 或者脚底也是粗的了 所以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粗滑 接下来水大 水大就是两种 流动和粘 我们那个口水可以拿来粘油票 对吗 水是粘的 所以水里面也有 口水里面也有温度 所以你可以同时举着它的火大 所以这是水大 它会流 流就是BT会流 血会流出来 尿会流出来 对吗 所以这个 这是水 喝的水 里面这个水会流进去 所以这就是水大 我大 我们就观察身体的温度 就好像他们那一批人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做水泥 晚上港工 所以又在下雨 所以我们就穿着袈裟 他还在雨中把那个水泥做好 那时候有两位 一个庙画 一个是庙巡 还有一个是 是自风 三个人 福州的自风三位 所以我们就是把那个火大 因为下雨 因为下雨 凉 水泥会怕 怕那个水泥要有火大才会干 所以我们要把那水泥铺上报纸 所以就不会被水 雨水弄坏了 总之我们把工作做好那时候 很辛苦那一次 所以那个火大就是 当我们身体湿的时候 你觉得凉 所以就要赶快去 洗日水澡 然后人身体又火大就舒服了 所以这就是火大 当天呢 我这边讲我的经验 我感觉到身体凉 有一种肩膀 所以后来就 我就修火大 就独自那边的 当天的火大 那么火大慢慢就扩充到全身 就身体就舒服了 所以这就是火大 火大就是感觉冷跟热 如果你要要冷 你就去修它 修当天的火 让那个火慢慢扩充出来 就热起来 人就好了 就能够睡觉了 风大就是呼吸 身体的推动 动作 这是风大 上行风 下行风 腹内腹 外风 这些都是风大 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 身体里面的风大 觉知到 这些风大 在身体里面的 那个作用 风大的就是 它作用在我们的 疲漏筋骨上面 它能够同时让我们 觉知地大 水大 火大 和风大 那么脚指在动 手指在动 你可以感觉 个别的筋在动 就是那个筋有弹性 那么肌肉有 软的 和筋也是软的 但是筋有弹性 而且 我们坐在地板上 你可以感觉 地板是硬的 也可以感觉到 脚里面的骨头 是硬的 是支持住 这些地大 所以硬跟软 那么也觉知到 脚 在动的那种风大 所以脚一提起来 里面的脚是悬空的 所以脚怎么 移动到前面去 那就是筋的作用 筋还有肌肉 筋里面有火大 所以温度 把那个脚往前 温度跟风 把脚往前移去 所以慢慢的 每一个步骤 我们可以通过 觉知 进行 觉知到很多东西 所以就见到真相 关照了成果 我们一直觉知 身体的四大的时候 你就看不到一个人 因为你看到的就是 地大 水大 火大 风大 所以清静 道路里面讲到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无我 因为我们认为 一直认为 这整块的身体 是我 是一个的 是完整的 所以你必须要用 三十的身份 或者四十的身份 来破它 而且我们认为 身体是同一个性质的 不是的 身体是不同的部位 所以我们才会认知真相 所以身体的地大 水大 火大 风大的时候 你就会一直看 只是这四种东西而已 你找不到一个我 在什么地方 那个我 就不会生起来 以前有一个和善 叫做 叉摩 比丘 Kemako 他的巴黎文 叫Kemako 然后 他认为他真的阿罗汉国 但是他生病了 所以长老就来派人来问候他 长老派的人来来去去问候 一直回答 后来 这个叉摩比丘 Kemako就想 这样 很麻烦 我直接去找长老 所以他就来跟长老 面对面 长老问他 你不是说你正果了吗 他说是的 我认为我正果了 他是阿罗汉 他认为 但是我还有一个我存在 就是他那个我 并没有彻底的把它消灭掉 他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我的存在 所以他没有达到 没有我 把那个我彻底破掉 后来 长老就叫他说 你在你的六根出六成的时候 你每一次六根出六成 你就观察他 我在哪里 你发现纯粹只是六根 就是颜耳鼻舌生意 这只是地水火风的组合 颜耳鼻舌生意 接触外头的东西 六成 六成也是地水火风的组合 然后你看 哪里有我 结果 这个叉摩比丘就看到 听到这一点 他就一直努力去观察 就把那个我破掉了 就正了阿罗汉 他的病也好了 所以那一部经叫做叉摩经 很精彩 你们去看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个内容 总之就是我们会看到 我 你认为是个我 其实没有我的存在 你在执着的时候 就是我在生起了 因为那一执着 什么东西就是我在生起 所以就是要在根层 出受 想思爱寻思这十个地方 我身体 你就一个个破掉它 你就 能够 真正的在修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三项呢 这个是轻轻到论敲我们的 他教 为什么看不到无禅呢 因为 我们认为这个身体是延续的 昨天是我 今天是我 明天是我 那么你看 昨天是我吗 昨天你死了多少细胞 大便小便了几次 至少大便一次 小便了很多次 对吗 所以 它是在变化的 虽然这身体延续 从昨天到今天 但是这个身体 已经不是同一个身体 第二天醒来 我们预解的 这个是我 其实这个我是一种想 就是插摩比丘的 所谓想 那个把那个想 把它灭掉 从那个死下手 把它灭掉 所以第二天醒来 牛克星又是我 又是同一个人 不是的 他在变化之中 对不对 喝水的小便 吃饭的大便 他一直在变化 而且身体一点点老去 然后你看一个个那些老的人死去 怎么会是 看不到无偿 那就是 那就是无偿吗 第二 他讲 清清道乐 为什么看不到苦 是因为我们 一直在改变我们的知识 受苦的状态 改变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知识 知 是 我们受苦的状态 所以我们肚子饿了 或者你坐太久了 你要腰酸 你就靠一下 对不对 所以就改变知识 和我们受苦的状态 肚子饿 你找食物来吃 腰酸 你找东西来按摩 这样你就 没有苦了 然后你就忘记了苦 所以你要 想 这个身体是很多苦的 为什么 生老病死苦 这就是苦 所以 必须要观察身体的世界 来破那个我 为什么你没有 不能够认为无我呢 你就要看世界 只有看到世界 就能够把我破掉 所以 我们要 用这种方法来做 一直要观察身体的世界 就是每一个部位 三色身份 来观察它的部位 世界 然后就能够把它破掉 好 这就是 清静道人所教的 如何破 无常 如何观察到无常 苦和无我的教法 好 今天的 这个课就讲完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生之念呢 已经讲好了 两个部分 下一个课就是讲 九种木须观 那个比较短 跟十种不近 好 我们今天讲完 你们有问题的提出来问 等一下 嗯 天然 这个 什么 我的两个施主还坐在外面 已经外面很凉了 师父 小生 好 问 师父就是现在咱们所说的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这三大界是不是都是地水火风组成的 是啊 欲界你看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嘛 色界是在欲界上面的 它是地水火风 清黄色白 它是世界无色界是在更高的他只是意识的就是心灵的他没有这个地水火风 没有清黄色白但是他所处的世界还是属于地水火风的 他只是他的意识存在在那种境界之中 那那个意识是明法吗 啊意识是明法对啊它是无形的 就好像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意思啊我们的意思必须要靠什么东西要靠我们的心脏跟脑 就是存在那边住在那边就好像你的电脑电脑里面软件软件是无形的吗 它是一种程序来的吗 他必须要有一种设法给他存在那边 一样的道理 嗯 我们电脑的软件要靠一个就是线路啊 他才会在里面存在的对吗 所以那些电子的芯片呢就是一种线路 所以软件就可以存在里面 软件就是一种无形的一种意识的状态 现在这些科学的发明呢 在在证明啊 是无我的 是吧 是的 是的 电脑尤其是电脑这个是最好的发明啊 对 好下一个问题 呃师父想问一下 刚才说那个当天风要怎么修呀 当天的风要你要会你打开你的视频 你首先要懂得修这个至少你要会八段井去学 你去学嘛 你去下载一些视频就跟着练八段井 八段井比太极来的容易修 你修八段井 你修八段井 对 你就会感觉到有气 气场 当你感觉到有气场之后呢 就是你手跟手之间有那个气 而且那个气是一种 你可以用手来这样摸他的 他的气会动的 很很奇妙的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静静的坐在那边 感觉当天的那个 那个气 其实他是一种火跟风的组合 他就是当天的气 这个当天的气就可以引导他走 那就可以修小周天大周天 那很多那个太详细了 我们今天不要说的 那个不是属于我们今天要教的内容 这些我都修过 小周天大周天 好的好的 下一个问题 尊者 我有一个问题 那个 听得见吗尊者 听得见 哦 就是那个光明变 它是 它是出自相依部吗 还是出自清见道论呀 光明变 它是属于变 十变 十种变 就是 地 水 火 风 青 黄 赤 白 然后就 八个变了吗 是吗 剩下两个 一个就是虚空变 一个就是 光明变 就是 整片的虚空就叫虚空变 那么光明就是亮的 白天你看外面整片是亮的 那就是光明变 光明变有一点捷径白变 捷径白变 对 因为光明跟黑暗是相对的嘛 那具体的那个修法呢 就是怎么怎么去修呢 你就是想光明光明闭着眼睛想光明光明 然后就亮起来了 你坐在一个房间没有灯 灯关掉 然后你一直想光明光明光明 然后慢慢就亮起来了 哦就这样 是的 你的那个网络 有一点问题 哦 哦 对吧 是的你的网络 很慢 哦 声音是断断续续的来 哦 哦 我这几天这边下雨 然后网络信号不是很好 哦 好的 不然你就打字 等一下我可以回答你 哦 好的 下一个问题 那有没有下一个问题 这边有六个人有问题了 呃 是什么问题 随喜大家听法功德 过着的时候挺混乱 是怎么什么混乱呢 我不是什么太极大师 不过我是真的在练太极练了几十年的 五十多年的 当天风怎么修 刚才我已经讲了 今天这里不大适合讲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在微信里面个别的开一个群 然后我用视频把大家拉进来 你要听我们就可以在那边讲 找一些人有经验的来问 然后 拼法功德 然后没有了 好 关掉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快要两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 没有一个小时十五分钟 一个小时十五分钟 又来一个问题了 光明片是 呃 一念想 光明 一直注意光明 对呀 就是这样 你心中一直想 光明 光明 你闭着眼睛不要张开眼睛 你把灯关掉 坐在房间里面 然后 想着光明 光明 光明 然后慢慢就亮起来了 就是 整片是亮 那就是光明片了 他跟白变有点相似的 但是 呃 这种修变呢 他很快能够入定 入到四场定 直接就进入四场定 而且 直接就产生神通 所以如果你要修神通的话 第一就是要修变 白变 我就是修白变的 我从白变开始下手修 后来再修安班念 后来再修金行 后来再修慈性禅 这样 三十二神通 是这样一步一步修的 四场直接一直 啊 这边有人问 Bobby 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些四场 呃 修变的话 他直接就是 我们达到定的时候 人家一达到变 就是四场 你开始的时候 你不知道是哪一场 你一直很努力在修白色 白色 白色 慢慢白色的亮光就出来 然后慢慢变成整片都是白色 就是四场了 所以叫变 变是很容易修很简单 很快达到四场 而且很快得到神通 光明片跟这个安班念没有冲突啊 光明片你修光明片 你要修安班念就修安班念 是两种不同的修 子的方法 这些都是属于奢摩他修子的方法 修定的方法 修定的方法里面有四十种 这边又有四个问题了 他心通 要修他心通的话 你就是不行 你就是要先修达到四场 有了 因为他是一个个神通是一个个来的 并不是一起来的 第一种神通叫做熟命通 就是知道自己的过去 第二种神通就是 叫做天眼通 就是知道什么人造什么业去什么地方 去做鬼啊去下地狱啊去出生道等等 第三种呢才是他心通 就是通过你降服自己的地心的贪真吃 你就能够看到别人自己的贪真吃 这就他心通 就知道哦 你这个人贪很重 这个人称很重 或者这个人吃很重 知道吗 这叫他心通 就是了解别人的心理的状态 第四种才是神足 就是会飞 或者最后就是神变 就会变化 点金成石 你给他一个石头 他点一下就变成金了 有的有这样的神通了 但是这些神通没有用啊 你点完之后那个 那个人跟你买的是金 等下你走了之后就变成石头了 这样的 统称这些三明 然后您刚刚说的那些神 统称为明行足对吧 那总叫做神变 明行足是佛陀的一个名号 就是佛陀有了明 把无明破掉 所以说有人明 行就是修行 足就是圆满的意思 谁叫明行足跟神通没有关系 明行足不是神通 哦 这边有人问 为什么要止关酸修 是就是要修四十种里面的一种 你要修白变 按半年我就是长 这两个我常常教 慈心肠 关就是要关照刚才所做的 呃 呃 地水火风 三十二身份 地水火风 关他的 一个个部位 这就是光 你先把五印破掉 这就是光 你从这边学的话 你就会学会止光 所以三十二身份 所以三十二身份是一种基本的修行 才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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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面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个市民运的关照 好 好 你们大家再呃 看一下我再给你们共享一下 看一下市民运的关照 好啊 安 安什么 这位是婷婷是吗 啊啊 啊 你看得见我的文件吗 我看得见 我看得见 真的 我们继续讲一下 刚才我们已经不是讲完破了色影对吗 怎么破瘦想形式影 接下来我们就看 破了色影 我们接下来要破瘦想形式影 这个文章呃 你们要我也可以发给群里面 这边是第一个 瘦影 瘦影是怎么生的 瘦是因为眼耳鼻舌身接触外头 啊 身体的瘦有 呃 身体的瘦 心有心的瘦 瘦是跟什么有关系 瘦是因为六根接六成 啊 六根接触六成 所以你就会产生瘦 所以六根呢 呃 瘦是跟什么有关系 跟身体有关系 跟眼耳鼻舌身有关系 那么眼耳鼻舌身是色法 是四大所造 是原生的 所以是无常的 所以它在变异 所以这个瘦影就不成立了 就不能够说是我的瘦 你不能够说这个瘦是我属于我 那么眼耳鼻舌身衣是 地水火风是在变化的 所以变化就是无常 不能说身体的瘦是我 也不能够单身是我的瘦 认为瘦是我就不成立了 然后关心里的瘦 心的瘦是在哪里 异门 也就是心脏跟脑 这两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 呃 身体的部位 就是地水火风 啊 那么这两个部分呢 是我们的异门的根据地 它也就是 呃 地水火风的组合而已 所以我们没有说 这个心脏跟脑就 如果没有心脏跟脑就 找不到异门嘛 所以你不能够说 这个是我的 心的瘦 因为心脏跟脑都会坏 是无常的 所以我们的异门的感受 就是心的感受 也就 也就是无常 就不成立了嘛 就不能够单身是我的瘦 所以瘦影就破了 响影 响是怎么产生的 响影的根据地也是在眼耳鼻舌生意那边 就是它是属于六根出六成的 所以因为眼睛看了之后产生色相的响 耳朵听之后产生声音的响 鼻子闻了之后产生香的响 厕头吃了各种各样的饮食之后产生了味道的响 身体摸了之后产生各种接触的响 所以一门接触那些法 各种各样的烦恼啊 佛法啊 哲学东西啊等等 也会产生响 各种各样的法的响 所以眼耳鼻舌生意 它的根据地是无常 那么它是原生原灭的 就不成立 所以你就不能够说那些响是我 同样的行韵 行韵也是这样 行韵根据地也是在眼耳鼻舌生 所以行只是眼睛看之后产生的行为 耳朵听之后产生的行为 鼻子闻之后产生的行为 舌头吃东西之后产生的行为 还有身体摸了之后产生的行为 所以因此一门接触之后 响的产生的意的行为 所以就好像一门接触的精心法 然后你就在那边精心了 你不能说这精心法是我的 这个精心法是原生原灭的 是一门接触的这个法之后 身体在走产生的精心法 所以眼耳鼻舌生意是无常 是变异的 所以它所接触的境界 舌生相为处法也是无常的 我怎么会是我的呢 所以就不能够是属于我 因此行韵就不能够专立 也就破掉了 最后讲食云 食原明色 同样的我们这边我解释的是 食的根据地是在意门 就是心脏跟脑 它是地锤火风 它是要配合眼耳鼻舌生 才会跟外头的舌生香味处 才会产生食原明色 如果食的跟原是明色法 明就是指受想形 这边是指受了 想了 行了 那么色的就是 色的这边是指六根跟六成了 六根 六根 还有六成了 所以这个是明色 所以食是圆明色 我们要配合里面的明就是 一根里面有色 就是六根 外头的色就是六成 所以 明就是这边配合里面的明 就是对于这个成 就是境界所产生的受想形 它是在意根里面的 所以里面的色 还有里面的色法就是 心跟 里面的明 这个就是受想形 就是这三个 还有它的意根就是 心和脑 心 脑 根里面的色 所以就是六根 外头的六成 色就是六成 所以才会产生 死 所以 这个死就是原生原灭的 所以我们的人生经验 就是一连串的死而已 我们光照他们的 颜的鼻子生意 它会坏 六根们坏灭的时候 坏的时候就不可能再认识 外头的色身相未出发 所以死就灭了 就倒了 不能够成立了 所以 颜的鼻子生意 产生不同的死 一本身能实之 知 为计划 感受 一出发之后 产生的法的死 所以 隐食 耳食 鼻食 摄食 生死 意识 全部都是原生原灭的 全部都是原生原灭的 原生原灭的 是无常的 因此 因此 死也是无常 所以 因此 十元明色 它是因缘生灭法 十允就 推倒了 所以 受想行食就完了 所以佛陀还分析 食会食住 会食食住 受食住 想食住 行食住 因此 因为这是五曲韵 就是攀缘 攀缘这十种东西 攀缘在受 想 行 受 想 行 所以 加深我们对无韵的持取 所以就加深我们的我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插毛经 的内容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深深的陷在里面 我们认为是我 我在看 我在听 等等 所以其实它的根源是因为十元 你看清它了 就把这个 无韵都破裂 你就不用再去轮回了 所以佛陀在相应部里面讲 食是无常 食所生起的因缘也是无常 无常的因 缘所生的食 怎么会有缠呢 食的灭 食 莫 苦灭 病食 老死 莫 老死没有了 老死没有了 所以你要观察食 所以 佛陀教的话呢 它是非常 单刀直路的 非常 好的 非常 就是我们如果看佛陀讲的法 我们要明白了 不明白 你要找人家跟你解释了 所以你看佛陀教罗佛罗就是这样 他一步一步教 先教他五蕴 然后六处 然后再看他 学好了六处 然后再来教他看 修这个 尼陀那 就是因缘法 明白了 这个人家说 学会了 再来教学其他的 然后再来修 教他修 安班念 观照五蕴无常 然后 罗佛罗就正果了 这就是 罗佛罗 学法的过程就是这样 沙米 从一个 八九岁的小孩子 修到十多岁 他就是阿罗汉 所以也不是很快的 也是要一段时间的 慢慢看到五蕴是无我 好 这边就讲完了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大家 那个尊者您刚刚 没有了你的声音又没有了 打字 你打字出来 你的那边的网络不行 借进去 呃 这两天讲的法 昨天的已经放上去了 百度网盘 今天呢 等一下我这边弄出来 我就会放上去 借进去就是 自着佛陀所没有定的借 所以叫借进去 吃树就是一个 我们汉人最严重的就是吃树 别的人也有别人的人的借进去 别的民族有他们的民族的借进去 我们的借进去就是自着佛陀所没有定的 吃树这条街 这是属于借进去 刚才讲的资料发到群里面 会的 我会发到福顶群 好 你的问题问了没有 出来了 我看一下 吃树是梁武帝搞的 对呀 梁武帝他都不要修的嘛 他都不是真正在修行的 他现在下了地狱去了 哼 没办法不管他了 他自己自作之受 我也没办法救他了 还有吗 没有回应 没有我们就结束了 如果没有我们就结束了 武汉的亭亭还有问题吗 7月的课程表我还没有编 是今天是7月的嘛 我等有空的时候再编 编的我才放给大家群里面看看 师傅你可以把7月课程表的文档发给我 我帮您做好图片 不行因为我要找那个资料 你帮我做出来 好的 我要自己做这个 因为我要安排那个课程 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课程 好的 谢谢大家 让我们回向 愿意此功德 导向诸佑 愿以此功德 导向诸佑 愿以此功德 导向诸佑 愿以此功德 到我们仍体所 下廓工学 导向诸佑 愿意此功德 会向叶峰天护法 愿他们 护持佛教 五어도 感谢观看